下面我们看池人 我们看池人的身份 宋代的池人 就他们的政治遭遇来讲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政治上 较早得志的池人 像范仲淹 燕淑 宋祺 欧阳修 苏氏 黄庭坚 星期几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围观之后 家里都蓄有歌迹 据说星期几退休之后 就是下野之后 住在江西的上饶和延山那一带 每天晚上到八点钟的时候 他们家里就开始歌舞生平了 诗族之声 方圆几十里外都能听得到 他家里养了好多的歌迹 这是一种人 所以他们这些人所接触的歌迹的主要是家计 包括自己家里的家计 朋友家里的家计 还有一部分是官属里的官计 这些人可以称为士大夫 这些词人可以称为士大夫词人 还有一种的是政治上得志教晚 甚至是终身不得志的人 你比方说像刘勇 就得志宏婉 宴吉道不得志 秦官坎坷 江奎不得志 吴文英不得志 这些不得志的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所接触的歌迹 主要是市井上的司机 还有一部分官计 所以这些人可以称为文人 士大夫对歌迹的态度 基本上是一种晚赏的态度 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 使得他们对歌迹的思想 情感和命运 缺乏真正的了解 少数人对歌迹的人格 甚至缺乏应有的尊重 所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较少能够看到 对歌迹的命运的同情 文人对歌迹的态度 这是一种欣赏加同情的态度 他们在政治上的坎坷遭遇 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 相对平等的心态 和人文的眼光来看待歌迹 他们对歌迹的了解 是比较深入的 他们和歌迹之间 有很深的友谊 甚至有很深的爱情 像在牛勇的词里面 他就记载了这么多歌迹的名字 是吧 有 秀香 音音 摇清 丛丛 萃鹅 新娘 家娘 吃丝 安安 这都是歌迹的名字 他描写了他们优美动人的形象 表达了对他们的欣赏和思念 在燕吉道的词里面出现了歌迹的名字更多 燕吉道的词里面有 小年 小红 小平 小云 小夜 玉霄 小玉 小蕊 小穷 玉珍 阿龙 小信 小梅 珍珍 这人的名字 他描写了他们优美的形象 表达了对他们的欣赏与怀念 燕吉道这个人尤其值得我们助力 他是一个把歌女当作素女来看待的人 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 看他所描写的歌迹啊 都没有封城气 这很难得的 宋词当中大量的以恋情为题材的作品 其所念的对象 并不是正常婚姻关系中的 大家闺秀或者小家闭喻 而是属于社会底层的歌迹 文人和歌迹的爱情 往往是真诚而感人的 这是因为他们的婚姻 有许多是出于政治上 经济上的种种考虑而结成的 没有多少真正的感情可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部名著里面就讲到了 古代的这些浪漫的爱情 他说古代的这些浪漫的爱情 往往只能在异计当中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一些人的婚姻 他往往是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 为条件的 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上 流行这种婚姻呢 它是一种非常公立的婚姻 首先对方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存款 有没有汽车 公立主义的婚姻嘛 它不是以爱情为第一个条件的 所以现在的很多婚姻 它是没有浪漫气质的 这样的人结成婚姻之后 通过因为某种利益关系 结成婚姻之后 他又不忠于爱情 不忠于婚姻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爱情嘛 他是为了人家的房子 为了人家的汽车 为了人家的存款 为了人家的城市户口 或者官职 地位 为了这些东西结了婚姻 这些婚姻因为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所以他结婚之后 并不忠于婚姻 一旦发现了可爱的 能歌上舞的 财貌俱佳的 他马上就可以背叛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婚姻 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恩格斯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许多士大夫啊 中国古代的这些士大夫 他们的婚姻是以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为条件的 所以他们的配偶 又没有歌女那样美丽 动人 又不像歌女那样懂音乐 懂舞蹈 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种浪漫气质 古代的很多家庭妇女 都是按照三重四德的标准塑造起来的 很端庄的美人 就是说有些也是美人 但是这美人很端庄 缺乏浪漫气质 就像张爱玲的小说里面讲的 红玫瑰和白玫瑰那样子 那些人都是白玫瑰 它不是红玫瑰 这就使得 这些文人们 对这些歌迹的感情非常真诚 本来他的地位就很 这些文人本来就不得知 是吧 地位低 歌女的地位也低 所以他们对歌女就以平等的心情来 看待他们 加着这些歌女呢 不仅美丽 而且又有才华 所以就 他们就赢得了 他们赢得了歌迹的爱慕 歌迹也赢得了他们的爱情 有许多歌迹 往往就是因为擅长于歌唱 某一位磁人的作品 而当红一史 里边说当时刘勇的作品就是这样子的 有记载说 唐舟昌马望二者 以能歌柳其轻词 著名其中 因为刘勇是当时著名的词 谁要是能够唱他的词 那都是引以为荣 因为会唱刘勇的词 所以就著名其中 就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就很红了 还有 中无车是好秀亲 岳不忠之翘楚者 各每尘取得其英子 而他以擅长周旺延的词而出名 唐宋时期的一些大都市 比方说像长安 洛阳 扬州 成都 江陵 东京 宁安 这些地方商品经济都很发达 市民意识也比较活跃 加上统治者提倡享乐 所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 弥漫着一种浪漫的享乐的风气 当时的人们对词人与歌迹之间的 那种浪漫的行为 一般来讲是持一种理解 宽容甚至欣赏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评价 宋代的词人和歌迹的关系 一定要采取一种历史的态度 客观的态度 宽容的态度 因为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 我们用一个不浪漫时代的标准 去衡量一个浪漫的时代 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自己不浪漫 还去抨击人家浪漫 是吧 一个人只有活到浪漫 那才叫幸福 一天到晚老是想到就业 找工作 买房子 买车 做官 一天到晚老想这些事 根本不想一点浪漫的事 大学校园里面 缺乏浪漫的氛围 每次到大学那边 到大学城呢 就很少看到有人在 这个 客室外面 或者是在宁英道上 或者在珠江边上读书 很少 偶尔只能听到几个人读外语的 从来就没有听到 有人读唐诗诵词的 我怎么没听到呢 缺乏浪漫气氛吗 所以你别看他 这一天到晚 好来搞活动 这活动很多 商业中心里面的活动 一个接一个 商业中心的活动 一个接 那都是功利主义的活动 都是为了金钱 哪里有什么浪漫呢 是吧 所以我们对于 那个浪漫时代的爱情 我们要持宽容的态度 客观的态度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文词人和歌迹的关系 第三 对刘勇的两个误解 刘勇是一位 为宋词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学史上 具有深远影响的词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词人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 长期遭受到深度的误解 关于他的误解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 是关于他的人品 宋代有些士大夫 一讲到刘勇 就说他薄于操行 薄于操行 也就是指他和歌迹的关系 比较密切 跟歌迹的关系 比较密切的人 如果是一个有功名的 有官职的士大夫 那就叫风流浪漫 如果是一个没有功名 没有官职的人呢 那就叫薄于操行 就像现在那样子 一个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有地位的人 去谈恋爱的就叫浪漫 一个没身份 没地位的人 那就不叫浪漫了 所以都是怀着一种偏见的 其实宋代的士大夫 我们说过 除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以外 其他的跟歌迹没有关系 很难找 连范中烟都不能免俗 但是人们都不说 他们薄于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是士大夫 他节奏的歌迹主要是 而刘勇节奏的歌迹呢 主要是诗迹 诗迹的成分比较复杂 有的以卖银为主 有的以卖艺为主 而刘勇是个词人 又是一个音乐家 他节奏的诗迹 无疑是以卖艺为主的 但是那些攻击他的人 谁来做这种具体的区分呢 只要是节奏诗迹 他们就认为是博于操行 因为诗迹当中 确实也有以卖艺为主的 但刘勇是个艺术家嘛 他节奏的诗迹 肯定是以卖艺为主的 但是谁来给他区别呢 其实刘勇出生在一个书乡门地 他的父亲在南唐的时候 就做到监察御史 后来跟随李玉那一帮人 就投降宋朝之后 在宋朝最后做到公部侍郎 那官也不小嘛 相当于现在我们国家 工信部的一个副部长嘛 是吧 而且刘勇的父亲 刘仪还会写文章 他和宋代的著名文人 王宇琛下述 关系都很好 刘勇的父辈 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材料 有六人 其中呢 有明确记载为晋士的 就有三个 里面刘仪 这是他的父亲 是太宗雍夕恶连晋士 做到公部侍郎 刘宣 这个做到太平军截斗判官 刘智 是曾宗大宗降服八年的晋士 刘宏是曾宗贤平元年的晋士 刘采做到礼部侍郎 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副部长 刘查做到水部元王兰 相当于现在水利部的一个处级干部 这是他的父辈六个人吧 刘勇兄弟三人 全部都是晋士 你看他的长兄叫刘三父 是曾宗天喜三年的晋士 刘勇兄刘三杰是仁宗锦游元年的晋士 他和刘勇是同一年中晋士 同一年一个家庭出两个晋士 那么刘勇的子子一辈呢 就目前发现的材料有两个晋士 一个是刘岁 这是刘勇的儿子 他是仁宗亲历六年的晋士 也就是范仲淹执政的时期的晋士 还有一个刘琦 这是刘三杰的儿子 他是黄勇五年的晋士 是著名的书法家 你说他有个家里 父子两代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 父子两代就出了八个晋士 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书香门第 刘勇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 是吧 这样的书香门第 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是奉行儒家的处事原则 奉行学而优则式的信条 奉行儒家的伦理道德 你看宋代著名文学家王宇琛 他给刘勇的祖父写的穆字名 叫见习处事 正大礼平氏 刘辅君 穆建民并须里面讲 他说柳仪这个人 以信义住于乡里 以金言置于闺门 乡人有小奋争 不亦官府 决起取之 取公一言 诸子诸父 动修礼法 虽从唤千里 若公在旁 其修身殉子 犹如辞者 你看他的地位多高啊 乡里人如果要闹了什么矛盾 都不去找官府 只找他来评判 对还是不对 他一句话 是吧 柳仪的儿子们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啊 都是遵守礼法 就像父亲在身边一样 这样一个家庭 而刘勇本人呢 从小就有明确的人生目标 那就是读书做官 他小的时候 写过一篇文章叫 《劝学文》 《劝学文》有这样两句说 《学》 则素人之子为公亲》 不学 则公亲之子为素人 这都是儒家的观点嘛 是吧 所以像这样一个 出生在这样一个 典型的书香门地 典型的动修礼坊的家里 从小就树立了 为公亲的报复的人 为什么移到了东京 移色洲歌台舞械 就跟诗记建立了 那么密切的关系 以至于被别人 攻击为薄于抄袭呢 是吧 我想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刘勇 自身的音乐气质史 音乐气质是天生的 他有这个音乐气质 他到了东京 这样一个大城市 天天听到的都是流行歌曲 他能不去 接触那些歌迹吗 第二个就是时代风气 和城市的风气影响 当时的东京 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就是现在的开放 当时东京呢 四处楼台 珠门月乐 弦管新生腾肺 到处都是楼台 到处都是弦管新生 新生就是流行歌曲嘛 还说风浪繁玄 深翠 万家敬奏新生 还说 做酒觉 书贤脆管 使唤新生 这就是说自己都陶醉了 陶醉了 而新生的产生地 传播地 主要就在歌台舞械 在歌迹汇聚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 只要 所以说只要是喜爱流行音乐 就不可能不去歌台舞械 只要是去了歌台舞械 就不可能不接触诗迹 问题是 当时 初入歌台舞械 喜欢流行歌曲 和歌迹有交往的文人 多了去了 为什么偏偏好像刘勇 背上一个 薄于操行的名声呢 我想也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喜欢写作 如果刘勇像别人那样子 虽然只是到歌台舞械 只是听听音乐 吃吃花酒 会会诗迹 而不是把自己的见闻感受 都写成歌词 谁会说 他是个博于操行的人呢 就像现在有些官员 本来腐败 腐败的又不止他一人 但是他 偏偏要写个香烟日记 还不幸被人家挂到网上去了 就像这个广西来宾市的 那个烟草局长啊 他要不写香烟日记 要不被人家挂到网上去 那谁知道他就是个花花局长呢 是吧 是喜欢写作嘛 文人的毛病 第二呢 写作也罢了 因为当时写作的也不是他一人 比如张仙燕几道 秦冠周旺言江奎 吴仁英等人年轻的时候 都是这样啊 他们也喜欢流行音乐 也到歌台舞械 也和歌迹有密切交往 而且也写作 问题是刘勇的作品的影响太大了 人人都写 但是他的作品的传播的特广 传到什么程度呢 传到说 凡有井水淫处 即能割流池 有井水的地方 就是有人烟的地方嘛 那就是说 只要是有人烟的地方 就有流勇的词 影响太大了 所以把自己做的事 全部都曝光了 所以这个名呢 它是有负面影响的 这名是一把双人剑的 名有好名 也有美名 但是也有坏名 也有恶名 是吧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 我们不能只看他的名 不管他是美名 还是坏名 我们要寻民以则实 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做了什么事 而事实上 刘勇这个人 虽然有些风流浪漫 有些市民意识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仍然还是儒家的 传统价值观念 占了主导地位 那就是强烈的公民心 强烈的用事自治 所以他一再地 遭受打击和排斥 但是还是不屈不牢地 参加进士考试 直到五十岁左右的时候 才考中进士 考到中进士之后 就做一个小官 长期得不到提拔 但尽管如此 仍然还是忠于职守 为民勤民 无论在哪里做官 官身都很好 是吧 也就是说 他的操行都很好 你比方说 他在定海的小枫延场 做江关的时候 写了一篇长篇旗鼓 朱海歌 这个朱海歌是反映 海滨严明的痛苦生活的 他因此还向朝廷提建议 这个诗是完全可以和 杜甫的某些新岳府诗媲美 他的思想艺术成就 在白居易的新岳府诗之上 大家可以看一看 钱中书先生的《诵诗选著》 《诵诗选著》里面就收了 刘勇的一首诗 就叫《竹海歌》 钱中书先生还说 这是写严明的生活 最为沉痛的作品 我们就可以看到 刘勇是个神的吧 什么人的吧 所以刘勇啊 他只是有一些风流浪漫 但绝对不是薄于操行 薄于操行的人 会有这么强烈的公民心吗 会如此深切地 关心民生疾苦吗 这是第一个误解 第二个关于刘勇的词品 长期以来 许多人都说刘勇的词 俗 其实我们讲过 俗是词的一个本质特点 不俗就不是流行歌曲了 词事求是的讲 唐代的武代和北宋的词 都比较俗 南宋的词比较雅 刘勇的词应该是在雅俗之间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 用一个俗词来概括它 关于刘勇的生品 我们大致上介绍这么多